中午車霸佔高鐵左銀站的車位實在是不划算 1月隨便停停了一年 最後清算停車費還得繳14萬 比他估的車價5萬貴上快3倍 左銀高鐵停車場這輛銀色轎車停放在這邊超過13個月 停車費高達14萬塊錢 車主完全找不到人 連輪胎都已經消瘋了 車內堆滿雜物輪胎泄氣 車子的主人也消失無蹤 一口氣停了超過一年 這位車主的停車費非常驚人 原來車主從去年3月31號開始就把車子停進來 一天360元計算停到今年4月底 整整13個月停車費就高達14萬零400元 停車費就14萬 這有點扯啊 實際尋找二手車價 以這台2000年出廠的日系車來說 超過22年車領 二手價格也只剩下48000元 要拿14萬停車費來贖回 簡直不划算 不過左營高鐵停車場 每到週末假日可是一味難求 這位車主不曉得發生了什麼事情 佔用如此長的時間 也讓民營業者相當頭疼 停車場業者表示現在這台車的車主 已經有家屬戴維出面聯繫 也說將會一口氣繳掉這筆14萬罰單 而業者也透露丟下車子聯繫不上的狀況 從疫情爆發以來相當常見 比如出國後難以返國等等 都讓長期霸占車格的情形 越來越多 記者劉起舞黃運富城立國高雄報導